哈喽大家好 看这儿 这是二层头 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期关于我Sephora 这一次85折我都购入了什么 然后我这一次购入的还挺多的 就都给你们看 其实这个视频做的真的是太晚太晚太晚了 是因为呢其中有两样东西呢 它很晚才到 对 所以就一直就delay给你们 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吧 这里面的有些产品呢我也有用过 所以也可以做一个简短的review给你们 首先就是这个 这个是Make Up For Ever的这个concealer 为什么买它呢 是因为我Jacklyn Hill不是我非常的 她是我的女神 所以就是她推荐的东西我都非常的想去尝试 也非常的信任她 就是她的皮肤是干性的 我也是干性的 所以就非常信任她 然后她就是这种tube状的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 她这个 其实她这个是什么 呃 这怎么说 这个头啊 我不是非常喜欢 嗯 她是你看 她是得 我每次都给她挤在手上 然后在两个无名指这样 嗯 搓热之后再点在眼下 她不能就直接这样 我比较喜欢这样 直接就这么涂的 她 其实Make Up For Ever另一个concealer 前面那个是海绵头的 那个海绵头应该就可以这样 嗯 点在眼下 直接点在眼下 但是我在柜上试 我发现那个的质地特别的厚重 我觉得肯定会干的 这个还稍微有点水润 对 这个我已经用了 她的那个提亮眼下的效果 真是挺好的 但是你用量一定不能多 如果多了的话 再后续搭配蜜粉的话 你的眼下肯定会浮粉 而且就是会干 嗯 都是针对干性肌肤来说啊 因为我是干性的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色号吧 我这个色号是Y Y23号 嗯 应该是最白的色号吧 哦 不是 这个应该是第二白 嗯 然后就是 紧接着还说一个他们家的吧 就是这个stick 这个stick真的是太好用了 为什么好用呢 是因为呢 它的遮瑕力很够 但是却不干 不干同时呢 却让肌肤看上去是那种 非常有光泽感的好 太喜欢了 真的 嗯 当时是和我的同事 然后去柜上试 这个也是听Jacklyn Hill 种的草 然后去柜上试 我就直接试在脸上 我就发现 哇塞 这也太好了吧 因为之前我有长草 Tom Ford的那个stick 我觉得它非常的方便 你就是出去旅游啊 什么就很方便 这么一个果 嗯 我在柜上试 Tom Ford那款 我就觉得实在是不行 就太干了 然后再原因 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所以我就放弃了 然后就看Jacklyn Hill 推荐这个 我要去柜上试 我就觉得 一定要把它搞到手 对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那个质地 特别特别的水润 特别特别好上 我一般就是 这面画两 脸颊各画两道 然后额头一道 鼻 鼓一道 下巴一道 脖子就来几道 就这样 然后用刷子推开 这个一定要用刷子推开 用海绵推开的话 就会把它的那个 遮瑕力给带掉 嗯 对 而且会把光泽感带掉一些 所以我建议 一定要用刷子来推它 刚才就是这样的 然后 推开之后 真的是 遮瑕力有 但是却不干 还有光泽感 所以这一款 SEEGLE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 然后我的色号是 嗯 黄掉最白 反正就是最白的 就这个色号 117Y225 嗯 对 我不跟大家说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变白了 然后就 得买最白的色号 以前都是 第二白 然后就买了一个NARS的这个 口红 嗯 这个口红也是 之前有试过 然后 就想在这个折扣的期间 把它买到 这个名字呢 非常的好记 叫巴巴巴拉 你们可以反过来读 就非常的好记 它是一个这个非常 给大家画一下 它是这种 镜头有点吃色 它没有这么淡 嗯 它画在嘴上的感觉 就是那种 裸橘粉色 很好看 很好看 就是 非常非常适合春夏 这个季节来擦 嗯 你单擦它也可以 就化了妆擦它 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 真的很好看 嗯 就是它有点是 嗯 像 我之前有推荐过 巴比布朗那个 那个Simon 那个颜色 嗯 再比那个颜色 稍微的重一点 嗯 比那个颜色 再加一点粉料 嗯 非常的喜欢 这个颜色 下回再给你们 试在嘴上啊 紧接着就是 买了一个 这个Sirato的 这个盘 这个盒子 然后呢 买了两个腮红 对 这两个腮红 真的是 太好看了 我自从买了 这两块 之后呢 我 接下来那段日子 全都是擦这两块 这两块 我是叠加着擦 就是先擦这个 然后再上面 叠加擦这个 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给你们试色 而且他们家的粉质 简直就是 太好了 不非粉 这两个颜色 对 这个橘色是 很正的那种橘色 然后粉色就是那种 不是非常 不是hot pink 但是 就是介于hot pink baby pink中间的 这个颜色 这两颜色搭配在一起 就会 很美很美 就会 这个妆感就是 非常非常的清新 然后 很夏天 很春天 会让你 整个 你的人 就是很 很有元气 很活泼 很年轻 我平时上班 我就是会 擦睫毛膏 然后擦这两颜色 然后擦一个口红 我就可以出门了 眼妆什么的 我都不会化 对 就这两颜色 非常非常喜欢 粉质也非常非常好 就是价格 真的是很贵 对 我本来是想买 那个大盘的 因为我还有两个 他们家眼影 就可以一起 只要放在一个盘里 但是我想 再入两块 他们家的那个眼影 我觉得眼影也非常的棒 SERAT这个牌子 我非常喜欢这个牌子 我觉得从包装啊 从里面的粉质啊 然后上色度啊 颜色呀 我都非常非常地合我意 然后它每一个 就是你买这个空盒 它都会带一个这种布套 但是我非常有 我有一个疑惑 它你看哦 它这个里面没有细铁石 这两个就直接 就会掉下来 这个芯 是不是我需要 再另外买细铁石啊 我不太懂了 行 然后就是 这个SERAT的这个牌子 然后呢 买了一个香水 这个我之前有 跟大家推荐过 在微博里面 就是这个 这怎么都 Versays 就这个 Bright Crystal 然后它是Absolute 这个 就是这个系列的 它有就是 就只是 Bright Crystal 这个系列 然后没有后面的Absolute Absolute加上就是里面 就是这个香味 会更strong一点 我买的是最大size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我给你们看 我之前 就是在它没打折之前 我就有买它们家那个滚珠 我后来都是非常非常省的用 它已经空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就简直到 简直就好到不行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 嗯 我有时候经过别人身边 然后他们就 哇你好香啊 就是这个味道 真的很好闻 百闻不厌 所以就是因为 我那个小滚珠快用完了 我又买了一个小滚珠 然后又觉得它太好玩了 所以就收了一个最大的 然后就是 嗯 这个 Diodry 这个 Vanilla的味道 嗯 这个也是看 Jacklyn Hill种的草 因为它有一句话说 它说都像那个 非常清新 然后像 像laundry的感觉 就是像洗衣 洗衣液还是什么的 反正我忘了 大概就是 它就说非常的清新 不像有一些 嗯 Diodry 里面就会添加一些什么 baby powder那个味道 就很不好闻 嗯 然后它还是这个 什么得了 大赏 什么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还没用 这个 嗯 然后呢 就一些小样的 哦 没有 还有 还有 还有买了一个 YSL的这个名彩笔 嗯 这个我 这是我的第三支了 嗯 我都是用二号这个颜色 二号这个 它应该是粉调第一版吧 我不太明白 反正就是 我都是买二号 就是提亮眼下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嗯 我只用在提亮眼下 它提亮眼下的效果 呃 一呢 就是它完全不干 二就是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光泽感 三呢 就是它真的可以提亮眼下 就是它不是像那种高光很有闪的那种 不是这样的感觉 它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提亮 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它 然后就是买了一个这个 Acea Lauder的这个 遮瑕棒 遮瑕笔 嗯 我非常喜欢买 买遮瑕和底妆产品 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我买的色号呢 是 Easy Light Couton的 嗯 Easy 就是我只想拿它来提亮 我知 我就是有试过 就再深一点的 然后来 均匀黑眼圈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我现在的 嗯 遮瑕膏真的是 很多很多 如果你们想看我的遮瑕膏的一个review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真的可以做一期专门讲遮瑕膏的一个 就产品的一个视频 好 然后就是两样 他们家的 就是这个 他们家那个黄后水非常的出名 嗯 还有他们家洗面也非常出名 所以我这一次就是两个都收了 嗯 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收他们 收这两个这样的东西 首先就是因为 我有一天去小粗托尔加 然后他就 有用这个 然后我又借来喷 哇塞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他喷完了以后呢 不会像Tacha那个喷雾 很 很保湿很滋润 他也会喷保湿 他也会保湿滋润 但是没有到那么的 intense 这个就是 介于 完全的水状和 Tacha家那个喷雾中间 我很喜欢 味道也非常的治愈 它就是那种玫瑰的味道 我只用了一次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说的只是 我用了一次之后的感受啊 等我再用一用 然后再给大家做反馈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它这个瓶子就是非常的有质感 我还没打开呢 就是 哇好重啊 就是玻璃瓶 然后有100毛 其实很少 但是它很贵 很贵的 但是 我喜欢 现在还不想用 因为现在的化妆品真的很多 对 之后会跟大家说一期 我的早晚春 春夏早晚护肤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会推荐啦 就是 起泡 洗面奶嘛 就是 泡泡很丰富 哇塞 这么大 这个我也不打开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 这样闻的味道 我也很喜欢 就是 很清新的那种味道 不是花香 也不是果香 偏一点花香吧 行 到时候 再跟大家做反馈吧 这个暂时也不会用 因为现在洗面奶也很多 好 这个以上就是我这次的购物 然后上下我都是拿100块次换的 我每次都会 比如换 蓝蔻的这个眼唇系 因为我用到现在 我用过的所有眼唇系里面 我只喜欢蓝蔻 我觉得蓝蔻就是 即使我把它放 就是不小心弄到眼睛里面 也不会刺痛 然后洗的也非常的干净 然后就是 也是拿 换的 还换了一些这些东西 都没用过呢 换了一个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一个眼唇系 然后换了一个这个 这Sephora的这个什么 Total 85 Night Cream 换了一个Sephora自家产的Night Cream 然后一个Glam Glow的紫罐子 紫罐子 紫罐子是保湿的吗 Fermi 对 然后还换了一个睫毛膏 是Tarte家的 Tarte家睫毛膏 然后最后换了一个这个 自生堂他们家的这个 红色精油 好 然后以上就是这些东西 对 就是我这一次在Sephora 85 这购入的东西 好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然后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啦 拜拜 阿嫂又没出镜 因为阿嫂现在在睡觉 现在都已经晚上9点15分了 阿嫂 我给大家看一下阿嫂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阿嫂了是吧 阿嫂 大家都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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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嫂又要要 阿嫂又要 阿嫂又 别露了 露了你的下体 嗯 露了你的下体 嗯 阿嫂 阿嫂又要 阿嫂又要 小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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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hi 嗯 Say hi啊 嗯 然后睡觉叫啊 别睡了 嗯 嗯 嗯 那咋这么管 行了 跟大家拜拜吧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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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